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斯達米的環節 看看網民的熱問題 Ken關就說 我有些現在40歲 都還沒拍過拖的儲男朋友 還不止一個 他們是正常樣子 甚至乎挺帥氣高大 原因可能是責男 無戀愛佬 要求高 宗教信仰 或者以事業為重 但他們都越來越心急 一年比一年就更加心急想拍拖結婚 生孩子組織家庭 但他們都說越來越難去找到 越來越難去認識到一些簡單的對象 這件事越來越難 不是結婚就是離婚帶著小朋友 拍拖又免得去搶去爭 除了找婚姻仲介公司之外 還有什麼辦法呢 朋友介紹 朋友介紹 叫朋友介紹 無所謂的 你試多一點 拍拖又免得去搶 總之每一個人都可以 自古成功再嘗試 當然如果要求高 中國信仰 要求對方處女 如果要求對方處女 當然不行 如果沒有戀愛佬 如果問題是 多英俊高大 最重要的是 我想到了四十歲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 你是否英俊高大 那時候有沒有踏不踏水 說英俊高大都不到點 你現在英俊高大20歲拍拖才說英俊高大 這麼大的時候 有一個挺英俊的人 他說 咦 你現在胖了不英俊 他說 我們現在追女生還需要看英俊 我們這一年來 是不是 有工作經驗之後 都不太看你學歷 一樣的 另一位朋友 李米斯特 再上去問 另一位 看世上幾位最聰明的富豪 高手過招當然享受 但是看周顯大師的分析 有時也有驚喜和啟發 請問大師 你分析這麼厲害 你是先天聰明 還是後天努力的佔比 是各佔多少呢 我們這些普通平凡人 怎樣可以有效地學習 這些好一點的分析能力呢 多謝 多謝你 先稱讚 因為我覺得不是 但是如果我的分析是 千天聰明和後天努力 都有很大的因素 第一就是 你首先要學一些思考方法 可能會出一本 那些思考方法的書 因為李天明的書 當年對我啟發很大 但我認為他對於分析來說 整個分析價格很不全面 只要譬如他給你那套功夫 我認為你應該要學十套功夫 他教了你一套 所以我示範 那一套功夫 那一套功夫是很基本的 不是我發明的全部都是 人家一早已經說了 但是你要有一些 十套的基本功能 才能夠做到這個 所以就是 我會補充 我會補充這些東西 所以就是等大師出書 但問題你也可以看一些思考 或是邏輯 或是數學 那些邏輯 不是數學 就是邏輯那些東西 但是 我講講 不如我講講 我知道我怎樣去分析文學 其實是因為看了文學批評的 人家教你怎麼分析 神經病 神經病 如果我看不寫那本書 那一首詩是這樣的 你一定要看其他人的分析 你不可以靠自己去 靠自己的一幾 一幾支人 當然是找一些好的人 你不可以靠一幾支力 去思考這些 還有你不要相信 那些太深 如果你看不明的 看不明的 十居其九 是那個人捨得差 而不是你差 OK 即是不用強行全疫 這個就是黎智英最喜歡的 OK 就是乾坤大內二第七層 理解不了也不要緊 沒錯 好 當然也可以看多些我們的節目 這個最重要 沒錯 好 另一條問題 就是Andrea就說 有沒有認為 現在的世界發展 比以前古代快了很多呢 那麼中國取代美國的時間 會不會快過英國去取代 美國去取代英國的時間呢 美國大概在1990年 就是世界的GDP換軍 但問題要到1945年 才完全取代 1918年的時候 就差不多取代 即是用了二十幾年的時間 1990年到1945年就是24年的時間 如果1945年就變了六十幾年的時間 就變成45年來計 就用了55年的時間 現在還要快了那麼多 但是中國還未 GDP還未比美國 中國如果跟當年比的時候 還未比得上1990年的時候的美國 所以就言之各做 就算你再快 就算你再快 都不會快到幾秒 對吧 人家花24年 你都要花三分二好嗎 對不對 現在1918年的時候 英國都不是很差 是到1954年的時候 才完全死亡 才完全死亡 所以 我想 還要打了一場仗 如果沒有打仗 會不會慢很多 就是這樣 人家就是日不樂帝國 如果沒有打仗的時候 都不會獨立 所以 發生了那麼多情況 我幫你再快 我幫你再快 你快到哪裡 三分二 一半好嗎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媒體是說 經常去公開 就是彎道超車 但是這樣說 你彎道 你彎道永遠彎不過 打仗 OK 最彎就是打仗 OK 最快就是打仗 是 所以此消比獎 也是一個漫長的力情 是人家打仗 打仗 OK 就是說中國 可以不可以等美國 和其他國家 打仗 打仗 我還沒得到 但是美國已經保持著打仗 沒有巨型 沒有大仗 一次大仗 大仗 好 看看另一條問題 也是 Kent關文 他就說 多謝回答 今次 吸十九歲的我 這個風波 搞得滿城風雨 令到 有些香港童星 可能是 開玩笑的說 要追究小時候 拍過的作品 那麼多童星之前 拍過的電影 和劇集數量 那麼多 如果真的認真追究起來 又製造另一場風波 是的 但問題是 十九歲之外 好像是第二種 沒有收片籌 所以如果要做的話 就是用第二種方法來計 如果不是那些 所有同聲 鬼馬之多性 都不用拍了 不如想一下那些問題 是 好 另一條問題 也是Kent關文 他就說 是不是少女情懷總事師呢 十月介賽喜談的時候 不論男人的質素 都容易動心呢 百兩金 程夫安 剛剛 大傻 我相信絕對不是 是比較容易動心 但問題是 戀愛腦 沒有腦 也不是沒有腦 這個狀況 沒有腦 也不是盲的 沒錯 沒有腦和盲是兩回事 是 好 另一條 也是Kent關文的問題 他就說 有些上市公司的老闆 或者管理層 的作風 就是不玩財技 是因為沒有興趣 還是不認識 所以不熟 不做 估計其實他們 要找財技顧問 應該都不難 最好當然是找周大師幫 第一就是 有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 你以為財技顧問難 其實是很難 多數都找你 拚你錢 而且是做不到事情 找到老先最容易 找到老先是被人簽 最容易 沒錯 找周英大師 也不是一個好的主事 因為周英大師很多人都不做 所以不認識 所以不熟 不做 那就是 不認識當然 有些認識也免得做 我如果是一本生意 因為 始終是back name 而且一定有風險 如果是在財技賺錢 而且會麻煩 那我這間公司年齡 就是幾億 可以簡單單做 不要想那麼多 是 還有 講到財技 看看有沒有需要 不是為玩而玩 沒錯 所以如果是沒有需要 或者不是那個時機的時候 也不會特別 無緣無故貴玩而玩 所以現在又更加不是時機 好 可以再看一條問題 也是Kent關就問了 現在香港政府 和多數公司 都只是即食文化 就好像世界級足球會 不注重內部的青分 只是想利用有錢去買球員 即買即擁 其實 我想大陸也是 青分做得不太好 是 而且 也是 因為 他青分 你學校 應該要學校培養 你學校搞不到 其他已經不用搞了 是 那大家 實際上 你青分的話 我相信 不只是政府 所有事情 即是學校 所有事情 都是原因 香港政府和很多公司 都是即食文化 這樣 第一 就是 你 你實際上 你其他香港政府 是不是真的公開 你捉總 那些 你除了 你是不是先進入學校 知道這個意思 是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唯有就是 求完即買才能 那中間 大家都是 我想體育 大家都是 不是真的愛好 哈哈 都是一個生意 沒錯 都是政治 都是用來打一家的差 是 權錢交易的 各行各業都有 沒錯 好 那今天 答問環姐到這裏 多謝 拜拜